大陸有多高 不知道 但起碼我當作最矮的一條橋 肯定是 這個設計不像大廈室內 我覺得真的像通過橋 走走廊 通常走廊二樓可以是三樓 亦可以是四樓 即是連接要標定與標定之間 有個小妹想爬過去 其實有幾個 當然是爬不到 於是有人捧她上去 你看整個動作 捧她上去之後 她半天吊的時候 就順便推下去 她們都不以為然 直至 因為沒有聲音 直至有個 有個年輕人 掩著嘴 大臉鑊 她們就似乎知道 發生了一些不應該發生的事 我上網看 就說那裏是五樓來的 因為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即是那個Fact Check 即是下面的留言 也有網民說是死了的 我只能這樣說 我只能這樣說 小孩子 不懂事 比較頑皮 那你可以怎樣說 即是有 我總覺得小孩子 比較頑皮 都是 的 但會不會這樣呢 會不會這樣呢 會不會這樣呢 我和大家說 是一定有原因的 發展到這樣 你一個愚昧的 去托她 又推她 不會兩個 中間不會沒有人去賀子 好了 愚昧的人 好多 這個就未必是愚昧了 但這個呢 都喜歡嚇死人的 話說在珠海 特區報報道 有一個姓陳陳的男人 在珠海老家登山遊玩 很平常 香港人都很喜歡走山 因為體力消耗非常大 很口渴 當時呢 他發現山妖呢 山間有清澈的溪水 於是乎 用溪水洗臉和朗口 形容感覺非常舒服 這件事真的不能怪她 你說會不會拿水來喝呢 我其實都很甜的 老實說的 汽水 但你又不知道會不會有 微生蜜 寄生蟲 那些東西 通常你去旅行的 就是 帶一瓶水 帶兩瓶水 行山一定要的 但你找些 鑑水這麼清澈的 嘩 其實是真的 真的不奇的 即是洗一下臉 即是熱 OK 好了 誰知道回到家之後呢 他發覺幾天都在流鼻血 那幾天之後就忍了一個感覺到 有些東西在鼻腔上 蠔動 OK 用手段捅一照 嘩 那些東西動了 怎麼搞的 嘩 用手段捅一照 看到裡面好像有些異物 嘩 進了光頭 有些異物 類似的 就馬上去保安區中心醫院進行檢查 醫生檢查之後呢 就發現有一條水疾 大家知道是什麼 它是水疾 在鼻腔深處 還要深處 遇動 追問病史之後呢 初步判斷呢 就是陳山用山間水洗臉 朗口 就把水疾的幼蟲 留在鼻腦 所以鼻腔物不是流血 接著醫生呢 就找到醫生的夾 就隨即把水疾夾出來 嘩 你老母竟然有八厘米長 我們看看照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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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鼻腦 有這個病 如果他在這裡 你自己拔出來 在深處 在這個位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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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有鼻腫你捏不到 都很難辛苦 你感覺到有點硬硬硬 醫生提醒 特別在春天 有很多寄生蟲 都會在河流產卵繁殖 看來清晰的溪水 都可能有寄生蟲 不是可能是一定會有 在水裏面 佛都說水裏面有什麼漫漫的生物 喝水都要念經 在野外遊玩時 盡量不要用溪水 河水去洗臉網口 避免病從口入 水疾如果吸在皮膚 特別有蟲尼不覺很細 不要拉扯 因為有吸盤就越拉越緊 如果拉斷那條水疾 它的吸盤留在箱口 你會更糟糕 如果這樣說 7-8cm 有些短的 但是如果 有時候 如果 露營 三十幾度 下春天也會三十幾度 在河春涼 沖浴 這些水疾都在這裏 是呀 你不要說是是 是不怕的 最怕的 是真的陰道滴蟲 就是有蟲 就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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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去醫院看醫生 但是發生了一件慘事 根據內媒的綜合報道 鄭州有一個男人 上個月去醫院看醫生 期間他因為 場外不適 弄髒了他的內褲 即是賴屎 於是他進到廁所 坐在廁所的一張膠椅上 清理他的內褲 誰知道 清理到一半的時候 那張膠椅突然爛了 那個男人重心不穩 頭部就撞牆 條腰 和那個春袋 這一下就麻煩了 就被膠椅的碎片割傷 當場 那個春袋流血如珠 慘啊 去賴屎 那一條褲 大家想像得到 去廁所 坐在一張膠椅上 清洗一條褲子 很噁心的 誰知道膠椅 不知道太脆了 沒有人搓 睡了 哎呀 頭就撞出來 那春袋呢 和那條腰呢 就被膠椅的碎片 隔滑破 流血如珠 現場地面 血跡斑斑 不知的妻子 楊女士說 丈夫受傷後 當然是 去這間醫院進行手術 只是那陰囊 連了二十八針 慘啊 大家各位 大家連針就知道了 二十八針 我想 這麼長了 喂 我春袋有多大啊 我春袋 我真是貴衣巡博士 春袋變成了 我春袋 我整個春袋 極端村 OK 好了 她說原本 只是來看醫生 就變成要住院半個月 醫院就說會免費治療 但結果呢 老公的傷口 都未好回來 就要求我們出院 她說十五天就趕到我們出院 隱私部位還在流血 老實講 如果連那針呢 十五天都還在流血呢 什麼針呢 那我覺得呢 你這間醫院你都不要硬住了 是啊 十五天都還在流血 第二天就流血 就算了 連那針呢 她是免費 不是 沒有了 不是 或者她覺得在這裡好吃好住 就在這裡研究醫院 醫生就說 我們真是 非常抱歉 但是其實呢 男子進入那個 是醫生的專用廁所來的 哇 醫生專用廁所 那張膠椅平時是沒有人使用的 OK 而她住半個月呢 我們是看到她的情況是符合標準 才叫她出院 她說 至於對楊女士的質疑呢 醫院就說 放心啦 她們會負責到底的 也都呢 是會用X光去檢查 X光檢查 照護春袋 其實這些外傷呢 即是你 都沒有什麼要做的啦 如果你當時檢查好 是吧 她說她們放心 叫她們放心在醫院治療 現在她不是不放心 她很放心 她很放心 是你要她出院的 你問我 你說寧願葛春袋還是拉蟲呢 那我一定是拉蟲 自從她的鼻子有點不舒服 就拉蟲 拉蟲之後很噁心 舒服了 你有沒有葛春袋 你怎麼能夠做的 好了 另外 英國有個跑手 這個是馬拉蟲跑手來的 用了一年時間 從非洲最南 跑到最北 最南 應該是 好望角 Captain 那裏 那裏 原來這個庫克 他本身是一個馬拉蟲的跑手來的 但是他曾經沉迷賭博 亦都瘀走 引發一些心理健康的問題 賭博和瘀走都是英國人 一個很大的問題 特別是瘀走 他後來一天突然醒來 覺得他人生是要有些事 不可以這樣去 於是乎就萌生了 跑步穿越非洲的想法 他最初的計劃 就由北向南 北就是特尼斯 即是最上面 跑到南面 非洲很大的 那 240天內 就完成了360場馬拉蟲 一場馬拉蟲就是40多公里 但是後來改變計劃 就反而是由最南端的Captain 我想是 那裏開始了萬里長征 那就已經不是360場馬拉蟲 40多公里 就是千多公里 他現在是跑狗一萬六千公里 結果終於在星期日 用了352天的時間 就抵達特尼斯最北端的安哥拉 安哥拉國 應該不是安哥拉 安哥拉國 當然 途中又被人打劫 各樣各樣的事情 但是 現在 終於是 完成了這個狀舉 其實在 特尼斯的安哥拉國 衝線的時候 因為 當然 我們不跟 一定會有媒體跟過這些新聞 真是 你能不能途步 跑越這個非洲 連波斯斯這樣 是的 但是危險在 譬如中間有些拿不到簽證 後來就有 譬如阿爾及利亞 後來被一個臨時簽證去 還有被人打劫 沒有被人強姦 也算好彩 是的 你整個非洲 現在籌了70萬磅 也計劃 有另一個狀舉 賽跑多次 為非洲大陸 目標100萬英磅 為薩克拉沙漠 還有沒有民族改善教育 嘩 你會說 你還要穿越沙漠 我看過他的圖 我這裡不說 他 譬如這個是非洲大陸 他當然不是在這裏 這樣 周圍跑 他是在這裏最南端 沿著海岸線 這樣跑上來 但是 很誇張 大哥 好了 我覺得這個 真的要說 這是一些冷知識 我們要學的 就是 一個外國的空中服務員 向太陽報透露 同業 就是空姐 空少 那些黑客 是怎樣稱呼呢 他們有暗號 我想這個暗號 說出來之後 以後 他們會不會再說 就叫Philip Philip Philip 就是黑客 這個匿名的空姐 就說 如果你貼上Philip這個標籤 你在餘下的飛行圖中 都應該預期受到租高的服務 我不覺得是 尤其是黑客 他之所以要黑 就是想 怕了他 就有些 可以有些 多些服務 那 黑客是怎樣 他說 其實最主要 首先 一個字 就是 P-I-L-P Philip就是 P-H-I-L-I-P 這個P-I-L-P 我們就這樣讀 就是Philip 這樣而已 Philip 好了 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I-L-P 是Passenger I like to punch 即是我想 突刺他的 punch 他的乘客 Passenger P-I L P 中間沒有了to Passenger I like to punch 讀讀一下 就變成Philip 等於我們改花名 就是這樣講一下 講一下就越說越什麼 他説 隨著時間 開頭有這個叫做 Philip 你是難讀一些 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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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說著說著 就越來越忍悔了 Philip Philip 這個名字 他説 對他們來說 黑客是怎樣 是有三個行為 這三個行為 我也覺得非常黑 他説第一個黑客 就是不斷禁蹤 他説 全世界都遷就你 他説 譬如你來按個小時 不好意思 譬如 有時學人很久 你等很久 都沒有人去serve到你 那你有時看見空中服務員 都OK 有空了 但都沒有人理你 可能他又進去睡了 那你請按個小時 我也不懷疑 其實我想空中服務員 都 到什麼 但他説 有些人 為了拿飲品 就要立即受到關注 其實不斷有人在走 他説 他説 這一個是欺憾 第二個 就是 不斷抱怨 孩童草音的乘客 即是說 有人抱一個嬰兒來 那個嬰兒不斷哭 那些空中服務員覺得 他們不是很難受的 OK 但是 最難受就是 complain 你不斷的 你不斷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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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投訴一次 我可以的 我沒有辦法 他媽媽也搞不定 那年輕人 對不對 那你跟我說 我有什麼辦法 這些是沒辦法的 有時候 甚至是 你給很多錢 我搭討你的 business 我搭first class 如果在first class 有個嬰兒 他都這樣哭 你都真的沒辦法 要不 你便 我想他敵旗 就是去調你遠一些 這樣也有多大的一部電腦 喂 你 我現在說first class 我難道你叫First class 你坐在後面 Y class 你又不用 還是我叫買了 First class那個 人抱了寶寶去 Y class 他自願就好你 但又做不到 其實真的是不難為人 第二 第三就是 未經允許拍攝空服 這麼老套 我真的沒見過有沒有這樣的人 我想有的,他們這樣說得出來 你們想不想看嗎? 有時候看也免得看人家那麼多 為甚麼呢?免得以為自己很想命 事實上呢 事實上呢 事實上我要這樣說 即是我們坐飛機 都二三十年之久 或者三十幾年 其實呢 都真的現在是平凡的 先不要說一些以前做到現在的 你不要說了,三十幾年前 就算現在入職的要求 都不是那麼同 以前真的OK的,多數都 好,休息一會